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时钞聚焦 目前我们看到的在有关拜登这件事情上 我以为更影响比较大的就是大公司社交媒体 其实他讲大公司现在比较突出的应该是 就是Facebook跟Twitter 而且他们一直在坚持 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他们为什么一直在坚持 坚持去封杀掉纽约邮报的这篇报道 因为他没有什么太多 他的作用就是减缓他的传播 在美国这种自由的社会环境中 他去学习这个用就像学习这个微信微博式的那样的封杀 是没有任何用的 在过程中应该讲推这个这个谷歌的社交媒体 相对来讲没有那么厉害 相对来讲没那么厉害 而Twitter本身呢 只是封杀了纽约邮报最原始的那个六篇文章 大概一共他关系倒是六篇 但后来人们在Twitter当中 包括我们节目中在发表相关内容中 他都没有没有在出手 那Facebook在这其中呢 看起来目标性没有不像Twitter那么强 所以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 说你说心里话 对于我来讲 我以为是个很奇怪的事情 那这些这些人都是人精的 这些人都是人精的 他们太聪明了 他们他们的人精就在于自己的利益上 就对不起 跟拜登关系 跟民主党之间的关系 到底有多大的利益中的需求 使得他赢 使得他给予他这么一份坚守 就是这种错误的坚守 这个是值得考虑的 因为他在社交层面上 他在整个他服务于 他是仰仗着整个社会层面 对他的支持 对吧 那你对这件事情 他正常报道 即使对方的利益 他跟对方有利益的话 那他也很容易跟对方解释 这种事根本不是我Twitter 跟Facebook能够阻止的 我顶多减缓他的传播速度 我不能改变事情的本身 那难道他们连这点认识 都不具备吗 那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这是我个人提出的疑问 那媒体 很多西方的媒体在讨论 我自己觉得 他只是在很表面的攻击了 很表面就说 唾弃他们的行为 这篇文章 这是福克斯新闻网刚刚出来 就提到了美国参议院 美国参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的主席 叫做Graham 他呢就考虑到 在有关社交媒体当中 在整个大选的这种平台的过程当中 在有关拜登的email当中 因为他有立法的权利 他有可能在立法的这种可能嘛 因为参议院跟众议院是立法的概念 所以他考虑在这方面 对他们采取限制作用 这是我们看到 但就目前来讲 我以为目前来讲 根本解决不了什么 他真正展现出来 就是他们价值的取向 就是我刚才说的 他为什么 在根本利益上 他多大的利益 使得他愿意在公众的环境中 把自己放在这么一个 人人可以指责的 就是他同伙 就是民主党的支持者 他也能知道说 这事干的有点不太那个吧 对不对 干的好 干的好 给他们疯了 然后呢 他事出了就是出了 你并不能把那个硬盘给消失了 你并不能把这件事情给没了 为什么干这种事呢 这是 今天是10月9 10月19号 这是19号的下午 白宫的 白宫的这个叫什么 白宫幕僚长 白宫幕僚长 如果按照我们中国的说法 叫习近平 中央办公厅主任 中央办公厅主任 他这不合适 这么 白宫幕僚长 直接提到说 白宫的角度来讲 会发起法律诉讼 有可能发法律诉讼 对有关这个 把拜登的故事 给给给Block 就说 给给给扼杀掉 白宫幕僚 白宫首席幕僚长 马克 在今天建议 就是对有关推特跟Facebook 可能会采取这个 法律行动 原因就 原因就是他们 故意 利用他们手中的权力 故意掩盖了 故意这个阻挡 掩盖了 在纽约邮报报道 拜登家族的 这件事 丑闻的这件事情 这是我们看到的 最新的消息了 而这 这里面就是很简单了 那他讲这番话是 同样是在福克斯新闻网 当中的 福克斯新闻网 当中的节目当中 叫Maito 那个人的节目当中 大概十分钟 他提出了这种 类似的说法 他直接讲说 推特跟推特和这个 Facebook的平台 在司法程序上 在人们的知情 知情权的背景之下 在这种竞争的 这种相互竞争的 两党竞争的过程中 每一个选民 有权知道他自己的 应该知道的故事 真相的故事 而在平台当中 很多个人在传递了 这样的消息 结果他们却封锁掉 所有一些私人的账户 私人账户 私人账户 这里封锁掉私人账户 这里面就包括 白宫的新发言人 在他转推了 这个推特那篇文章之后 还有被给冰冻被封杀了 所以太多的人被封杀了 其实包括 川普总统的竞选账号 就是川普总统的竞选账号 共和党的一些账号 凡是在当时14号 出事情之后 在那一天白天 转推的很多账号 都被封杀了 都被封杀 这里面白宫 幕僚长就提出这个说法 为什么 我还是给大家 转成简单的中文 比较好看一点 那妈叫梅多斯了 她叫中文 她给翻译成梅多斯 那她就直接指控 推特跟这个 Facebook呢 她就变成双重标准 她双重标准 原因就是 她的基础很简单 Facebook跟推特 她的利益倾向在 民主党身上 这样她就会阻止 与民主党任何相关的 这个所谓的 这个这个丑闻 那她去截杀 这个所有丑闻 都被她截杀了 那而她截杀的 而她截杀的 本身的概念呢 就是欺骗公众 欺骗公众 在推特跟Facebook上 人们永远看到的 是民主党候选人的 正面的形象 永远看不到 她真实的面孔 欺骗公众 欺骗美国人 那这种欺骗的做法 来误导他们在投票时 做出正确选择的一切 这是违反 很显然违反了美国的宪法 美国的精神 美国本身的道德价值观 这是很显然的 这个东西的欺骗的本身 这就等于相当于 共产党的中宣部 对吧 那共产党中宣部 它会采取方式 在推在这个 微信微博上 封杀掉一切 所以在他描绘的过程中 就是这么个故事 他说他同意布莱恩的观点 推特跟Facebook实现 压制一个被认为 所有伤害 川普竞选的故事 本身都会被伤害掉 很简单 就是我有权利 推特是我们家的 Facebook是我们家的 我想怎么办 怎么办 这是自由 对吧 这是自由 那这种自由 因为你是服务于公众 你牵扯到人们的思维看法 而这思维看法影响到国家 国家真正未来走向 对不起 当一旦这个 在你的欺骗的背景之下 他们得逞了 也就是说 拜登成为了美国总统 而他实施的一切 却跟投票者 投他一票的 最终的 最终的 最初的期待 是完全打相径庭的 那 那这个 这个 这就是伤害了美国真正的利益 他还提到说 会有更多的诉讼 他 他说今天有可能 这个诉讼就出来 他这么讲 他最早在今天就可能 那 这里不仅仅是 不仅仅是围绕了竞选 那 作为白宫的幕僚长 他直接指责说 推特跟Facebook 同时封杀了一些记者 开始审查记者 他们成为了 就是说 他们自己成为了 道德与真相的仲裁者 这是极其危险跟邪恶的 那 这个说法 在很多 我们中国人的心目中 其实是有这个问题的 实际的做法中 是有这个问题的 你只要不认同 我不认同你的观点 你就是错的 他这个 他是这样的 包括我个人的节目当中 会受到很多这样的 审查者的仲裁 你一定是什么 你三个定是什么 你八个定是什么 他这里 人家就讲得很清楚 你不是真相的仲裁者 你不能这么做 你要让人家把东西拿出来 那 而上次有虚假的 不能因为有虚假的 你就有权利去扼杀真实的 这什么胡说 对对 就是我们原来说的 美国到处都有卖 哪个城市都有卖银的 那你不能允许 那不是另外一个人 学坏的理由啊 对不对 那在荷兰 这东西都是 满街都是 都是 阿姆斯特丹都是合法的 那都是全世界都有名的地方 那你不能家里人随便都来吧 你接受吗 他们道理是一样的 所以很多荒谬的理由 那这种不信神的荒谬的理由 利益上的得失 你会看到他的邪恶 这是 这真正是邪恶的 所以当他们把自己定向在 是真相和道德的仲裁者的时候 那这是很危险 所以人家白宫不了掌 是厉害 这个这种思维 对于大陆的朋友来讲 我觉得很值得借鉴 因为太多是这样 我个人每天都遭受这种类似的仲裁 封锁了邮报这篇文章 他们是一种不准确的前提之下 然后他们自己说 受到黑客攻击等等等等 但所有这些都是难以证明 他们的做法是合理的 那些都是借口了 我觉得那些是借口了 然后这里就谈到 那纽约邮报所刊登的一切 拜登是不接受的 拜登的不接受 跟他竞选团队的不接受 都是这样一种相关的事情 那美多斯说 这不仅仅关系到亨特拜登 这关系到这个竞选者 拜登就副总统 媒体处理这件事情 对川普是一个标准 对拜登却是另外一个标准 推特释出确保这个故事 不会被传出去的方向 我个人觉得这个指责就 就很厉害 所以 他的要遭受到法律上的诉讼的两条 一条就是掩盖事情真相 误导整个民众 那第二条 打击川普 去推这个拜登 这是第二条 所以这些都是违法的 作为一个媒体公共平台 他应该所具有的道德准则 他不是真相的仲裁者 这句话说的是相当到位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